也能活得很好 有一个人三四五岁的时候 头被撞坏了 撞坏了 撞了什么呢 睡眠中处就坏了 结果那一个人三四五岁 被车撞坏了 到了七十四岁离开世界 没有睡过一分钟 他也能去活得很好 并且时间用得很好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的身体 是足所重价学买的 我们要顾惜保养好 要用我们的身体 去见证耶稣基督 用我们的口来传讲福音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你的形象 你的精神状态 你的思想观念 不要被人看起来 现在基督教这么深进信息的 这个很麻烦 特别是有些 人进入什么 什么 那个那个灵恩里面去了 然后哇哇哇哇 头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但是呢 属灵到那个灵不起 圣灵的灵可以 那个圆圈的灵是不对的 但必须每一个地面经理 要学习 依靠善理的真理而得胜 圣灵的充满 跟真理的 真理的明白真理 是像天平一样的 你对圣经什么都不明白 圣灵也不会让充满你 让充满你 有可能就有些灵进来了 这个忽然奏理 那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特别的谨慎 一定要专注于神的道 然后让圣灵使用你 圣灵它有主权 要用我们就问我们 不是你能真的求就能求来 而是你把自己交给他 让神使用我们 好 首先第一步 就是使你成为美好的见证人 就像那些歌星一样一出场 我到现在只有去看一次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我花了580块钱 挤进去 挤进去的时候 现场人山人海 有些人说花了一千八百 有些人说花了两千八 但是我花了五百八 我觉得太 我说平常 那个录影带 只有五块钱一张 那么现场怎么这么贵 为什么 上帮我 上帝就使用我们真正的独大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网络放浪 现在的资讯越放浪的时候 人所吸收的信息 支离破碎的信息 以为的就是福音 导致我们向他传逼的时候 心门关闭 这也是一个问题 求主来帮助我们 看到你就是主的见证人 一起说 你就是主的见证人 我就是主的见证人 那么你要把它见证出来 实际真人来讲 不要说 我给你一个点子看看 给你分书看看 不能代替 不达 转一个归信链接 不能代替不达 所以这些是文化 不能真正改变的 只有你 你这个人 他认同你这个人 你有这样的经历 来跟他分享 才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功能 保罗说 我们亲手做正经的事 什么是正经事 床出音才是真正正经的事 对不对 所以今天和什么说 你去跟那个弟兄来 很乐意 是什么 就是功能有工作 开心不开心 非常开心 好 那么 接下来 介绍自己 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 跟你的对方说 你好 你好 好 介绍几个方面 你好 我是活水教会的基督徒 我姓谢 叫约翰 今天很高兴 今天很高兴 教会让我来探访你 为了增加彼此间的认识 跟我说一句话 会吗 好 好 跟我说 一起来说 你好 我是活水等圣教会的基督徒 我姓谢 今天 今天牧师让我探认你 为了增加彼此间的认识 我可以进来跟你谈谈吗 我可以坐这里吗 我可以坐这里吗 好 然后谈日常生活 哇 你家的摆设真好 那么看起来 很好 就是很干净的感觉 那么 在这个日常生活 然后谈到你做什么工作 然后呢 你是 比如说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是74年的 你是哪一年的 那么要获得他的年龄段 他的工作 了解他越多 对我们交朋友的几率越多 对不对 然后 年龄 性别都能看出来 对不对 然后 当然我们步道网的手机号码也可以获得 因为是朋友了嘛 引言部分就是交一个朋友 五分钟交朋友 那么这个 还有一个不要急于床飞 不要急 放长线钓大鱼 光细建立好了之后 这个人就跑不掉了 是你的朋友了嘛 天天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 然后你就跟他床飞 成福音的方法 用何牧师的这教会的那张图纸也可以 或者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我们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讲讲好不好 好 那我们 既然 友谊建立起来了之后 我们德鲁与夫有一个绝招是什么呢 绝招就是知道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先把他辩认出来 但今天我不能教你 那个课程是很专业的课 就像看病一样 这个人有哪些病先把他辩认出来 然后这个人需要门诊处理呢 还是需要住院处理呢 先把他搞出来 明白吗 那是大病呢 还是小病要把他出来 那我们首先有一个 他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呢 还是非基督徒 他还是缺乏缺具的呢 他还是头脑知识的 那么我们 他还是自义的呢 还是一个真基督徒 那我们先把这个类型分一分 那么这个呢 我现在真的教不了 那我现在教给你实用的东西 好不好 实用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请你们先做一下吧 这样子也累 我先来 变一个把戏给你们看看 有人说我这个是在变魔术 其实呢 我这个是一条绳子的福音 那么我早上已经把 我曾经在新加坡 一个步道的经历 有人正好在边上把我排起来 我就早上发到群里了 我现在现场做一次给你看看 好不好 今天呢 有一个姐妹 特别呢 为我预备了 这样一个很好的过程 OK 好 这里有条绳子 你可以来检验一下 这条绳子是不是真的 姐妹 你给的 是不是你来检验一下 我没有做过任何的手脚 当然我可以继续 这边再剪一根都可以 从这一圈上剪下来 OK 好 这个给你看看 你也可以 这条绳子给你 好 那么你先到下面 然后我 你们看我 好 这条绳子 我用一条绳子 从创始地一直讲下来 讲 你 我们说起初 上帝 创造了天地 用六天的时间 创造了万物 上帝第六天 创造一切起位了之后 第六天 创造了人 把他们 安居在 东方的 伊甸园里 伊甸园里有两棵树 一棵树呢 是分别上了树 一棵树 是生命的树 那个上帝对他说 这个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吃的时候 一定死 结果呢 人不听上帝的话 听了魔鬼的话 他就吃了那分别上树上的果子 上帝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 好 赶出了以后呢 人就用树叶 做成衣服 然后用宗教等等 想跟上帝和好 所以呢 这个断开的解呢 他现在呢 他想 用不同的方式 教育宗教行为 想跟上帝重新和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神与神之间 有一个解 这个解被称为罪 上帝爱世人 但是人有罪 神要见上帝因罪 圣洁的是不能见圣洁的上帝 上帝爱世人 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 替我们死 担干我们罪 我的这只右手 代表了耶稣基督 他从天来到了世界上 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他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犯罪的是我们 当当罪的刑罚 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完全的死透 背负了我们罪战 要解决我们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 完全的死透 把我们一失一毫的罪 都写进来 所以他使我们与上帝 重新和好 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 他所作成的救恩 就会领到我们 今天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假如我们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 我们的罪 我们用一张纸 剪出了十字架 剪出了死亡 和永生 然后要告诉人 我们的人生不断的减少 所以步道的方法很多 我们有一个既定的模式 又有很多多有化的步道 然后不管怎么样 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接下来呢 我不用任何的道具 只用你的手就可以了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 叫五个指头的福音 就是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你跟我念一次 然后你自己回家编就好了 神 爱是人 生家如生子 这个他们将去信他的 不是灭亡 仿佛永生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每一个范围都有两点 讲两点 上帝的时候 当然我们提到上帝的创造和属性 有意味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 不愿惩罚我们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因此必定最好最在 我们上帝讲两个 我们跟我讲 神是慈爱的 神是慈爱的 所以不愿惩罚我们 神是公义的 必追讨最大 上帝爱是人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教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有不能自救 可以用对话方式 你认为人是罪人 能自己救自己吗 有人说可以啊 那怎么救 那么我们就举例说明 就像一个不会游用的人 掉在水里 他说我自己就自己 抓着头发用力往上拉 你说拉得上吗 拉不上 不能自救 有些人说我做好 是能抵消罪能不能 也是不能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炒一盘鸡蛋 拿六个鸡蛋 一二三四五度是好的 拿六个鸡蛋 没想到是臭蛋 合在一起 你说你能不能 把这碗鸡蛋吃掉 不吃了 不吃了太臭了 对不对 我们说有五个好蛋啊 只有一个臭蛋啊 说明一个问题 五个好蛋不能弥补一个臭蛋 一个臭蛋污染了五个好蛋 我们的人生就像这旁鸡蛋 做了很多的好事 不能弥补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罪污染了我们的一生 我们在上帝面也是罪的 好 罪记这么多 又不能自救 那么上帝怎么爱我们 就记得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 耶稣基督是谁 祂是完全的人 又是完全的神 祂为我们实在是人家上 担当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里面大干的 你可以进入公众号 得人渔夫的公众号 那么大家可以搜 微信上搜 得人渔夫 事工网 得人渔夫 事工网 那我们在公众号里面已经有 那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大群里 也有 你就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个大干里有把它备会 假如我们这么多人 如果都备会了大干 会默显了之后 我们到时候可以派 派几个人过来 教你们 带你们出去实习 你们每个人都会了 我们密集型的训练是几天呢 密集型训练是六天六夜 当然你们会说 那怎么可能 那个六天如果不工作 能不能活着 可以活 好 那么这个需要信心来面对 好 那么我们当然合适的时间 我们旅游的时间 或者休假的时间都有 那都可以成为步道的好时间 那我们刚才讲到 人是罪人不能自救 记得耶稣基督就解决了 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当当我们罪 并且死后复活 升天去预备天堂永生 作为礼物送给我们 我们怎么得到 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 将一些不致灭亡 将一些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对永生 信是什么 不是当有头脑的知识 信心也不是单位精神的需要 信靠谁 信心乃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 十数行章十六章 得上一节说 当信主耶稣 你就必得救 单单信靠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我们全心全意信靠他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好行为呢 好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感恩 然后最后信耶稣得到什么 得到永生 永生 是一份免费的礼物 圣经说 唯有神的恩赐来是永生 恩赐就是免费的 白白的送给我们 现在你若决定信耶稣 上帝就愿意将永生 白白送给你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是人 圣子家如生只是给他们 信他的不是灭亡 反对永生 围绕着这五个主题 你自己回家编一下 然后到我们公众号 有视频有文字 你都可以自学一下 有机会 我们给你系统的培训 OK 那我们现在 能不能操练一下现在几点 好 三十四了 能不能操练一下 你有一个伙伴 你首先接力 你好 自我介绍 我要跟你 我是某某教会的基督徒 我们的曾家彼神认识 圣经当中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可以吗 对方说可以 然后跟他讲五点 好 快速 好 有任何问题可以举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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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